各位们大家好,我是斗买买聊一聊iPhone14 Pro 首发到时候已经有些日子了 因为这一代真的更新不大 所以我就想等着深入用容之后再来聊聊感受 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 首先它依然使用的是lightning接口 苹果舍不得那点授权许可费用 带宽仅有USB2.0的lightning接口 已经成为阻碍苹果体验的产物了 iPhone13我就买了一个转接器 原本以为那是使用最后一次的 没想到今年又来一次 不知道明年能不能让我不用这个 我那350GB的数据使用数据线导入 大概花了4个多小时 这4个小时其实就是你与社会脱节的4个小时了 其实更简单的方式是使用iCloud的方法来直接同步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一些特别的软件 谁也不想到十几年的聊天记录 可能会出现那一点莫名其妙的消失吧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明年苹果可以上USB Type-C 直接用上3.1的协议 那将是一次incredible amazing的更新吧 所以iPhone史上最重要的更新 可能就是换上了USB-C接口了 外观方面今年紫色是新增的颜色 不过紫色在不同的光线下表达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光源合适的话 你甚至可以看到手机呈现出的这种渐变色 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后盖都更像原来的那种深空黑色 数大的相机模组在桌子上放的更加不平了 重量其实也是有所增加的 至少比我的iPhone 12 Pro Max要重了 哦对了 那今年的美国版本呢还有一个巨大的更新 就是美国版本没有再使用实体的SM卡用的是ESM 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苹果从手表时代就开始想要这么干了吧 去掉物理SM卡 运营商分发套餐其实是更加容易的 而且还避免了老旧的SIM卡兼容性的麻烦 那我就遇到过当年4G时代的那个SIM卡疯狂的离线啊 我换了一张之后就好了 有的东西呢一直在 那可能呢只是特定时间点的特定技术就是这样 那该砍的到了该砍的时候呢 还是非需要把它砍掉的 短期呢用户可能会有一些习惯上的问题 长期来看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更加容易的漫游机身可以更加紧凑的设计 对吧 有人说漫游怎么会更容易 那比如我出国了怎么办呢 其实啊 国内的朋友应该都用过安卓手机吧 用过小米啊 用过华为 他们的出国套餐吧 你还记得吗 那外就是你手指点一点 然后到达你所谓的国家之后 直接就能用了 它呢是要占用到一个那个SIM卡卡槽的 那明明没有插SIM卡 为什么要占用一个SIM卡卡槽呢 其实本质上那也是一个eSIM的一个效果 去掉物理的SIM卡呢 甚至于说你的手机掉了 都不用再去物理的去营业厅去补一张卡了 直接网络重新分发一个 这个呢才叫进步 对吧 你想想看国内的运营商 Apple Watch明明就可以用eSIM卡了 为啥手机不行呢 这压根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这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这会像电动汽车的交流充电口 没有就挺好的 当加充都可以使用直流接口的时候 敢于第一个砍掉的企业呢 就是伟大的公司 接下来几年的手机行业ESM卡 与其说是趋势 不如说是苹果努力推进一个落后的行业 往前走 今年14还有一个巨大的更新 叫做Dynamic Island 灵动岛 发布会什么的时候 演示画面都惊呆了 用软件弥补的硬件的遗憾 真的非常棒 结果到手之后 不能说没有什么进步吧 在至少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 按照苹果的设计要求 灵动岛适配 当通知栏是不行的 只能用来作为应用内部的通知 这个其实就是极大的限制的创作者的思路 诸如像微信消息这样的提醒 是没有办法调用灵动岛来做的 而且讲道理 灵动岛那么大的一个物理上的感叹号限制 做通知内容也有限 而且在强光下 那么大一个感叹号 清晰可见也没得洗 所以当你刚买回来iPhone14的时候 可能你对每个软件都好奇 都想试试看它的导长什么样 但是用着用着之后也就归于平静了吧 我个人觉得灵动岛会像Touch Bar一样 不会是一个特别长命的设计 iPhone14的峰值HDR亮度达了1600尼特 那普通的峰值亮度更是达了2000尼特 在白天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 只不过这个所谓的最高亮度 坚持时间还是短了一点 如果你是使用无人机的用户 我建议你还是去买一个单独的带屏遥控器吧 因为一旦发热 然后亮度就降低 你真的看不清 那Always On Display 这种长亮的显示真的不错 这也是手表上类似的能力 把它下放了 刷新率想象到1赫兹之后 然后屏幕亮度会相对变暗一点 在电量消耗跟用户提示上 其实取得了一个平衡 我个人非常喜欢开着 主要就是切换的动画很优雅 并不难看 再者让我一眼瞥到时间 有些场景真的还挺方便的 就是诸如运动环之类的锁屏 它不显示进度了 我不太理解这个逻辑 能显示一下 也是一个督促运动的好方法吗 应该这么说 不论是iOS还是安卓 它都有着完善的隐私要求 只不过Android的市场非常多 而且一个APK也可以随便装 给了一些应用有大量跃权的机会 苹果则在系统层面进行了一些限制 这不是今天才有的 也不是iOS16才有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啥 每次我看到应用弹出 Ask App Not Track Me 我就感到非常非常的安心 不过这次 苹果把隐私管理做得更进一步 不仅可以不让应用追踪了 连跨设备的复制也可以禁止了 这在以前只是一个提示 不过目前这个软件设定上有点bug 你已经拒绝了 还需要每次都进入平凡的拒绝 有同学说这不很好吗 方便你复制讨口令什么的 这并不好 任何超出你预期的复制都是不对的 我打开京东APP 你凭什么试图从我的Mac Studio来复制内容呢 我希望的是以后可以推出不打扰就永久禁止的功能 隐私保护其实体现在iOS系统的方方面面 当有App去请求你访问照片时 iPhone会让你来决定你要分享哪些照片 不会让其访问整个图库的 这个特性我已经用了好久好久了 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了 我觉得真的很好 给了我很好的安全感 iPhone 14 Pro上有了更加令人惊讶的相机 全新的4800万像素主摄 携先进的四合一像素传感器亮相 跟这一些它跟一些传统相机的摇摇乐不一样 摇摇乐呢是拍摄四张 然后把它合并起来 这个呢是拍之前先进行了像素四合一的合并 那可惜呢 这个4800万像素需要在肉格式下来使用 一张肉格式的照片已经达到了70M到80M 甚至如果你的画面细节丰富一点 直接走到120M也不是什么问题 那我实际使用下来呢 Apple RAW的高像素给了更加丰富的细节 你可以适当进行放大进行裁切 同时呢在颜色的记录上呢 也更加容易风格化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会的话 你就直接去买一个PS Express啊 250多块钱一年的年费非常好用 那我并不知道这个相机的宽容度 到底有多少档位啊 反正呢如果天空过曝了 你把它拉回来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大 你说拿它来代替相机 尤其是代替全画幅代替中画幅 我觉得这个属于异想天开了 不过呢一倍的24毫米镜头 依然是画质最好的镜头 0.5倍的广角等效焦距 大概可以做到13毫米 还真的挺广的 以前呢这枚超广角镜头 它的高感表现很差 到了iPhone14 Pro之后呢 表现一眼差 所以呢你要挑光线充足的场景 来使用这个超广角 就会有不错的效果啊 ISO呢甚至可以低到40 我还看到我的微博 有人回复他能拍出ISO32的照片 所以亮度充足的时候 这枚超广角真的挺棒的 本次呢RX镜头 我用的就不是很多了 主要是个人不太习惯 使用48毫米的等效焦距啊 我就不做深入的评价了 我就提一个点 如果你是手动放大的 它在1.9倍的时候 是一个电子变焦 但它两倍的时候 就是光学镜头了 所以画质会更好 那至于3X镜头啊 我可用的太多了 我太这颗等效 77毫米焦距的镜头了 我拿它拍特写 拍人物 直接上一些照片 给大家看一看吧 说到这里 其实你发现了什么啊 就是我并不会刻意的 去聊每一颗镜头 它光圈的大小 因为跨带次去聊光圈 变大变小 其实意义不大 就像这一代用了 更大的CMOS 光圈呢 又比上一代小了一截 你说如何去比较 熟好熟坏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图 已经你日常使用 方不方便就好了 那除了照片呢 拍视频 本次提供了一个运动模式 它会明显的去降低画质 但是通过电子算法 通过一些裁切 让画面的抖动减少 我个人的感觉呢 是你正常的走步 已经基本上可以抵消了 那大将刚刚更新了 Osmo Mobile 8 手机以稳定器 这个呢 是从物理层面上来 减少抖动的保证画质 那苹果呢 则试图让你 不使用任何外挂组件 在画面说得过去的情况下 给你视频 我觉得 当我需要的场景下 我是能接受画质 有些许的牺牲的 我是愿意使用的 那以上这些呢 其实也变相的 让1TB的iPhone 有了价值 也许明年我们就能见到2TB的iPhone了 但是话说 你手机都进入了1TB2TB的时代了 iCloud是不是也对应的 延伸一下容量呢 2T是不是显得就有点不够用了 我也遇到了一些新的系统bug 不过以iPhone的号召力 只要不是硬件上的 应该都能很快的修复 说不定我这条视频 在发的时候就也已经修复完了 比如说你打开第三方软件的拍摄功能 它会出现画面的抖动 而且还能在物理上听到镜头模组的噪音 感觉像模组直接撞上去了 这个应该很快就修复了吧 那一些软件 由于merging的问题 正好与灵动导的导形成的一些遮挡 这个软件更新一下 应该也就解决了 如果你是蔚来车主的话 你换手机的蓝牙钥匙会失效 你需要重新从蔚来APP上给你分发一把 续航 不能换电的iPhone 尽管已经是iPhone14 Pro Max了 那还是看你怎么用吧 我这样几乎不打游戏的人 如果经常拿着手机刷一刷小红书 我觉得也就坚持个一天吧 反正每一代iPhone都会宣传自己的续航提升 但是那种本质上令人惊叹的提升 我至今没有见到 从iPhone四时代开始 其实我保持着每年iPhone都会更换的状态 而且我们全家都是这样 那五年前我开始买Apple Care 我连手机盒连贴膜就没有再买过了 甚至越来越习惯于使用年年唤新五折的方式来购买手机 我可以在第一时间用到最新的技术 我不用担心手机的隐私泄露 手机用iPhone 电脑用MacBook Pro 在家里用MacStudio 手表用Apple Watch Ultra RG用AirPods 需要轻便出门的时候使用iPad 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使用用Apple TV 整个一个完整闭环的苹果生态链 可以在所有的设备之间简单自由的切换 依赖于强大的iOS系统 你让我换安卓 我真的换不了啊 我十年前的照片怎么办 难道我用骨灰相册再存一次吗 那太烦了 这个成本真的太高了 那苹果呢 真的只差一台Apple Car了 本质上呢 这其实也是未来要做手机的原因 未来卖60万的车 车主大量都是用iPhone的 他信任这个生态 苹果哪天想造车 轻而易举的 连车的钥匙权限都不给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做一台手机 哪怕飞车主们不一定会买 那对于未来来讲 防御性是必要的 毕竟一个成熟的车企 其实他怕的并不是市场竞争 他怕的其实是不确定性 怕的是一种被偷家 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可怕的 那iPhone14有惊天动地的更新吗 并没有 那买吗 当然会买 好用吗 iPhone有不好用的时候吗 好 这是本期等玩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设计计 等玩买 买买在投票币站微博 以及YouTube 对我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